制造大体积的幻觉 还不是吸引传粉媒介的唯一法宝 宝盖草的下唇瓣 可供经过了昆虫休息 这种花朵有扩大的下唇瓣 可以让传粉昆虫再次停留 蜜蜂等昆虫 可以站在宽敞的平台上 舒服地吸食花蜜 鸭拓草只有两片花瓣 所以它试着提高花粉的容量 甲熊蜂虽不生产花粉 但却能够吸引洗食花粉的马银 布袋莲会善用蜜蜂的行性 以便获得受粉的机会 在五条装饰性的甲熊蜂旁 另外各有一条真正的熊蜂和磁蜂 近看的话 会发现在不同花朵中 熊蜂和磁蜂的位置是相反的 在上面的花朵中 磁蜂位在右边 但下面的却在左边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为了善用蜜蜂在花间移动时 会以腿部携带花粉的习性 这样可以达成两个目标 一来快速地取得其他花朵的花粉 二来把自己的花粉传给其他花朵 而且还能避免自花兽粉 生产高品质种子 而又不浪费花粉 真是一举数得